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相继在19、26、27三座大墓中 发现了锐太子、锐公等带有锐子名闻的青铜器 证明这里是两周时期锐国的目的 根据桓公、锐公等名闻 以及27号大墓中的七顶六轨 和成套的礼乐器、金器等出土器物 专家们判断 27号大墓就是一代锐公、锐桓公之墓 而且专家们还根据19、26、27三座大墓的排列形式和名闻推断 26、19两座大墓的主人 应该就是锐桓公的两位夫人 而其中26号大墓主人显然比19号墓主人身份要高一个等级 在他的墓中不仅出土了象征诸侯夫人身份的五顶四轨和七黄莲珠 还出土了大量精美奢华的玉器 26号墓中 共出土各类玉器五百七十一件 而且几乎所有的玉器都保持在下葬的位置上 这象征身份等级的七黄莲珠相式 由一件圆形玉佩 七件玉黄和七百二十七颗玛瑙珠串联而成 从墓主人的相部一直延续到膝盖处 左右手腕部还佩戴着玉手镯及万事组配 手中有玉卧组配 虽然看不清墓主人的躯体 但可以确定 下葬时墓主人的尸身上几乎铺满了玉器 从这些随葬的玉器上 我们可以想象出 墓主人生前有着怎样奢靡的生活 在众多玉器中 一件特别的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这是一个体型巨大的玉珠笼 玉珠笼属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 如今出现在寒城的两周墓地中 让考古人员感到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东西显然不是黄河流域的东西 另外这个东西年代是最近已经五千年了 当时实际上都不敢相信 这五千年东西怎么能处在两千多元屋里面了 那么当时这怎么一个流传过程 所以经过对这件玉器的形态 它的工艺制作 包括这个孔 孔是怎么打的 对了对中国这个玉器拳击有关的资料 另外还请教一些专家 当然现在一直公认这件东西 就是标准的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玉珠笼 另外这么大 这么大的这个个体 现在这个高有十四公分 这个在红山文化的这个中英区里面 核心区这个部位出土的玉器里面 也算大个的 所以它跑到黄河流域 这是第一次 那么 辽河流域的产物 怎么会跑到相距几千公里外的黄河流域 两周时期的牧主人 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它的呢 我想这个这个因素呢 它这个就就非常复杂 它肯定不是就是说红山文化 当时的预期就能够流查到这里 因为红山文化的这个范围呢 就主要在辽河流域 在内蒙古的西部和辽宁里 内蒙古的东部和辽宁里西部 这个陕西这个韩城呢 距离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遥远的 当然这个东西能在这儿出现 说明啊 就古代的玉器 它一个流传过程啊 是相当的复杂 一时之间 关于玉珠龙的出现 专家们也难以找到原委 孙炳君回过头 从其他的奢华玉器中 寻找突破口 26号墓中 为什么陪葬了如此之多的玉器 这些玉器数量之大 种类之多 等级之高 是近年来 中国上周考古中 十分罕见的 像这个跨度这么大 涵盖这个时代 这么长里 是很少 当考古队员们 把一件件玉器 清理干净 恢复原状后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 简直令他们 既兴奋又惊叹 这一组组精美的玉串石 无一不显示着牧主人 生前奢华的生活状态 就在孙炳君他们 仔细查看 清点这五百多件玉器的时候 又有了重要的发现 这些玉器中 除了最早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珠龙 还有着大量 商周时期的玉器 这或许 与二十六号牧主人 生前的喜好有关 否则无法解释 为什么他的墓中 会出现如此之多 跨时代的玉器 未来找到答案 孙炳君仔细查看着 每一件玉器 似乎在这些玉器中 隐藏着什么秘密 几天后 他在一件运暖上 似乎发现了什么 当他拿起放大镜 在仔细观察时 竟然看到了文字 虽然自己有些模糊 但依然能看出 小陈兮等 第四个字辨认不清 玉暖上出现的文字 小陈兮 与青铜记上名文的内容 好像没有一丝的关联 这一发现 简直令孙炳君 百思不得其解 小陈兮是什么意思 这刻有小陈兮等文字的玉暖 怎么会出现在 重疆的墓中 它们到底有着 什么样的联系 孙炳君密集查阅资料 终于在三门侠 国国墓的资料中 找到了一件 同样刻有小陈字样的玉暖 原来小陈是一个人的姓氏 他是一位商代的高官 商代一个高官 这个收藏家 他收藏 他收藏玉器 辗转又到了咱们这个 二十六号墓主人 中江的手里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墓主人生前对玉啊 不光是这个鞋 可能还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那么能不能根据 二十六号墓中出土的玉器 来断定 墓主人生前 就是一位玉器收藏家呢 当考古人员在图上 标明每一件玉器的位置时 发现 在墓主人右侧身旁 还散落着大量碎玉 和工艺不完整的玉器 就这个墓主人对玉 这个喜爱程度 可以从一个现象 能够可见 就说是他这个 在这个 在他这个 这个驱赶 驱赶这个部位啊 他当时下葬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 一个棋箱子 很小一个棋侠吧 里面还装了一些碎玉 那么这些碎玉啊 都下葬到里面啊 可以可以想见 墓主人生前对玉器 有多么喜爱 这么长时代 各个时期的玉器 比较齐倍 种类也比较丰富 那么就反映了 墓主人啊 生前应该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也是一个收藏家吧 据专家介绍 像这样不同时代的玉器 集中在一个墓学里 十分罕见 他为研究 上古时期 玉器的雕琢工艺 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玉器的工艺 极精美程度 就连有着多年 考古经验的专家 看过之后 也为之砍探 他这个等级是很高的 因为首先 他的玉制呢 是相当的精美 就是材料非常好 另外他的造型种类 有极多 其次他的造型的形质 也非常特别 还有就是他的文饰 加工啊 他的工艺 也非常特殊 就是非常精湛 所以他这个等级 显然是很高的 他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精品 在众多玉器中 孙炳君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这些玉器中 有很多改制的玉器 为什么要改变玉器原来的功用和气形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这对咱们现在有叫玉环 现在看的话 这对当时最早很有可能 是一件玉环 或者是玉壁叫玉环 所以从现在上面 商代遗留玄切横上来看的话 这两个东西本身是一件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对到一起 你看 所以上面那个玄切横 那个痕迹 两边都能接上 什么当时是一个通信员 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改的话 大概有那么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可能这个玉器这个地方 有些残破 可能就摔坏了 它以一分为二 然后把这个残坏这部分 残损这部分 这正好再去掉 变成两件比较完整的H5 第二种情况 它可能是为了改成适应 它当代的 当代的一个审美情绪手 它进行有一些这个改制 大量改制器的发现 证明26号牧主人对于玉器 已不仅仅满足于收藏和鉴赏 而在其上赋予了更多个性 也体现了26号牧主人 对美的追求 及它的创造性和时尚感 它像成了身上配戴很多颤屎 这些东西之外 它手上窝的鱼窝里面 一般人的鱼窝就是一件鱼器 但是它除了一个鱼管之外 鱼管上有好多马脑 蚕 什么龟 什么牛 龙 这些小东西 它显然这是与过人的爱好 是有关系的 另外它又霸外一些小龙器 其实有些龙器能看出 它可能就是放一些化妆品的 它既然有这些装化妆品的东西 你要把这些小东西拔完了 这东西显示它对自己的形象是非常关注的 它需要打理自己的容貌 所以这个女性显然是对于形象 对于美的追求 还是颇有品味的这么一个人物 在商周时期 玉器和金器一样都是稀缺资源 它不仅代表着财富 还象征着权力 26毫木出土玉器的数量 在目前商周考古中是最多的 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格上来看 似乎都已超出了一个诸侯夫人 所应有的陪葬品规合 而在考古人员将三座大墓中出土器物进行比对时 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9毫木出土玉器60余件 27毫木中出土179件 而26毫大墓共出土玉器500多件 数量是27毫瑞环宫墓中玉器的三倍 经过仔细观察 再把三座墓中出土的其他器物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不仅26毫木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大 而且其他器物也与19、27毫木中出土的器物 有着明显差别 这样的结果让考古人员已感到吃惊 一个诸侯夫人陪葬物品的规格 怎么可能比国君还要高 难道她不仅仅是诸侯夫人和喜爱玉器这么简单 这个女人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特殊身份 在26号墓中的青铜鼎、鬼、湖上 专家们找到了仲江做为环宫、鬼、湖等名文 由此可知26号墓主人名叫仲江 仲是老二的意思 江是指他来自某个江姓湖 这些器物是仲江为其丈夫瑞桓公所做的祭器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女性她有祭祀权 祭祀权是个国家的一半权利 这个东西是祭祀 过去是国子大事再死于荣 就是在于祭祀和打仗 就这两件事国家的大事 如果按照一般常规的话 这个父亲死了以后 即位的儿子是对父亲进行祭祀 就这个是实际上她等于自己掌握了祭祀权 就是她对她丈夫做了一套祭器 在商周时期 祭祀权与王权紧密相连 是只有男人才能掌握的权利 作为一个女性 仲江却能拥有这样的无上权利 再一次证明了她特殊的身份地位 她究竟是什么人 专家们将研究的重点 放在了名文中的姜字上 那么她娘家那个就是她父亲 可能就是某一个姜姓国的国君 那么就让她娘家的姜姓国这个国君 甚至比她这个丈夫 比她这个婆家这个国家可能还要强盛 所以她在这个国家 婆家受到的待遇 可能受到待遇就比较高 另外表现形式就是东西大 品质高 数量多 那么这个姜姓国会是哪个国家呢 姜姓国在西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族 这个西州的简历与姜姓有极大关系 姜姓实际就是羌人的一致 牵到关中来以后 她大概就叫姜姓了 她都是杨子头 这个羌子下面是个男人 这个姜是下面是个女人 这个换成女性的了 这个是正院系统的 这个羌人就是 实际上这个羌人周人签到周园以后 她就是和羌人通红 就是去江姓的女子 还有人研究 就是西州的王室 每隔一带要和江姓一个国族的女子进行通红 就是江姓女子和姬姓通红是西州正观历史的一个很主要的通红族团 她这个在因为灭伤的时候 她周园的一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力量就是靠依靠的羌人 也就是江姓的民族给她服务 所以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大家后来都知道江子牙去江开工 后来封到齐国的这个第一个人物 根据历史记载 与江姓有关的国族有四个 他们分别是齐国 许国 申国 吕国 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江太公为代表的齐国 她当然也可能就是太公 封到周园这一次她 在周园她也有这么太公的这个才艺 如果她是出于太公本家族的这个女子 那当然她这个身份又和其他人不一样 像江子牙的窒息后印的话 她那个身份明显就和其他人不一样 如果中江真的是江太公的后印 在他目中出现的种种奇怪现象 似乎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瑞国国君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 于是便与当时最为强盛的江姓国家联姻 而这个江姓国君的女儿 自然在这个国家就享有特殊的地位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瑞国国君 那么这位出自名门的诸侯夫人 在这个叫做瑞的国家里 还经历过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 在史书记载中 公元前708年左右 瑞国发生了一系列较大的事 最初是瑞伯被其母所主 左传《还公》记载 瑞伯万之母瑞江 故瑞伯之多宠人也 故竹之出居于魏 驱逐他的原因 一个理由就是说瑞伯万成人太多 就是成性的人太多 大概就是可能母亲认为 他这些喜好的 贤爱的人里面 大概都不是平行 不是多安正的 所以他认为这样 可能会影响他的执政 对国家治理 会造成负面的效果 所以他就为了避免这些 其他不好的事件发生 他就是从耕着拔起 他把他儿子的干涉就去逐了 自己把自己儿子 撵出的这个现象是非常少见 所以这个母亲 不但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儿子也要求很高 瑞伯万显然是当时的瑞国国君 其母出自江姓而称为瑞江 据专家考证 这里的瑞江也就是26号墓主人中江 因为中江厌恶以为国君的儿子 宠幸的人太多 就将其驱逐出境 可知其人必为一位刚强果敢的女性 而其后发生的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 左传环宫记载 四年秋秦公瑞拜言小瑞也 第二年秋天秦军攻打瑞国 没想到以失败告终 秦国一路打到把关政的大半都统治了 结果跑到韩城来和瑞国打了一仗 打败了 打败当然主观原因是秦国小看了瑞国 认为瑞国一个是国勇走了 但国路无人想着随便去 怎么就不和他打败了 结果没想到在瑞江执政的秦军 至少是掌权的这个情况下 也当然未必亲自带兵打仗 但是他指挥得当 用筹帷幄这些东西 肯定他至少侵去其他人的意见 他采了证人的意见 所以能很好地打了一次生仗 打了好几年 这个秦国就再也不敢 骚扰瑞国来 当年冬天打了败仗的秦国 联合周氏讨伐魏国 掳去瑞伯万 这样的举动也许是出于报复的心理 将瑞伯万作为人质 让其母仲将为自己儿子的命运担忧 经过六年之后 秦人又将瑞伯万送回瑞国 目的可能是为了与瑞修好 因为当时秦国有内部纠纷 为避免内外交困的局面 采取了弥合外怨的手段 送还瑞伯万 也许暗示这一段 仲将主政使瑞国实力增强 秦不愿两国的矛盾继续下去 所以显示他在治理国家 像武备方面 他也有一方面的智慧 他也能把一些军事上 至少在人才应用上 策略掌握上 他都是比较得当的 才把秦国打败了 所以这个女性 当然是个不一般的人 她除了强势之外 她有政治头脑 她也能掌握国家权柄 掌握得相当稳固 随着研究的深入 仲将这个充满传奇的女性 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逐渐丰满和清晰 我们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段位 为我们描绘了一张仲将的草图 这位叫做仲将的朱好夫人 生前有着极为尊贵的身份 和奢侈的生活 出生于帝王之家的她 除了具有女性的柔美情趣外 更有着男性的刚毅和果敢 她有着超人的谋略和胆识 并且治国有方 运筹为物 出于对玉器的特殊喜好 她一生收藏了大量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的玉器 并在离开人世的时候 将它们一并带入地下 如果对于仲将的分析 都曾真实发生 那么这个女人将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掌握王权的女性 而她生活的时代 比武则天早了一千四百年